这个男人想开车逃跑,忽然眼前出现一辆大卡车,卡车将一棵大树插在了男人的车上,男人想汽车逃跑,这时一颗子弹射入了他的胸口,旁边卡车上缓缓走下一个男人,他看着满地的尸体沉默不语,而这些人的死也是败他所赐,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男人痛下杀手呢? 男人名叫老白,本是一名普通的铲血车司机,每天的工作就是清理道路上的积雪,他的家庭幸福美满,一家人的生活平凡而又温馨,因为老白工作勤奋,他被授予了小镇的最佳公民奖,就在他领奖的这天晚上,他的儿子凯尔遭到了一伙人的袭击,他们在车上给他注射了大量毒品,被一同抓上车的还有凯尔的朋友淡丁,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杀害了凯尔, 自己则趁着对方不注意跳出车外,消失在了茫茫的雪山之中,幸运地逃过一劫 这伙人将凯尔的尸体丢在了公园里,老白很快就得到了消息,他带着妻子前往停尸房,看见儿子的尸体,夫妻二人悲痛欲绝 警察说,他的死因是吸毒过量,听到这话,老白懵了,儿子平时很听话,绝对不可能是瘾君子 但警察不愿和他多说,他们要将这起案子转移到基毒科 失去了儿子,妻子变得郁郁寡欢,看着自己引以为傲的家庭一点点瓦解,老白失去了活着的动力,他想用自杀来结束这种痛苦 关键时刻,逃出生天的淡丁阻止了他,淡丁十分自责,因为这件事跟凯尔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是淡丁偷拿了他们的毒品,才导致两人被绑架,凯尔只是受到了淡丁的牵连 老白早就知道,儿子不可能吸毒,他逼淡丁说出那群毒贩的下落 淡丁也不太清楚对方的身份,只知道他们之中有个人叫米勒 为了给儿子报仇,老白很快就在酒吧找到了他 米勒态度十分嚣张,还威胁他不要多管闲事 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老白挤拳下去,给米勒打得连连求饶 然后把他拖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继续审问 看到老白如此彪悍,米勒瞬间就软了 他交代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所有事都是一个叫地狱的人让他干的 了解到这些事之后,老白杀死了米勒 他的尸体被老白裹起来,扔进了河里 地狱是一家婚纱店的老板 老白进来之后,就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米勇还想反抗,但是被老白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他连忙交代自己是被别人指使的 那个人的代号是圣诞老人 知道了圣诞老人的地址后,老白开枪杀了他 这次,他依然把尸体扔进了河里 接着老白找到了圣诞老人 他趁对方不注意,先下手为强 把圣诞老人打得血肉模糊之后,对方还是什么都不肯说 老白也不和他都废话,直接掏出枪解决了他 他将圣诞老人携带的毒品全都撒到了血里 然后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了尸体 回到家后,妻子也因为承受不住痛苦 离他而去了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家破人亡 老白发誓一定要找到幕后黑手 第二天,他来到自己哥哥的家 哥哥年轻的时候在黑帮里混过 他也听说了凯尔被杀的消息 虽然兄弟二人关系并不好 但是哥哥见老白这么痛苦 还是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了他 凯尔是被一伙贩毒集团杀死的 他们的老大叫维京 是个穷凶恶极的变态 知道了杀死自己儿子的罪魁祸首之后 老白准备单枪匹马去杀了维京 哥哥去劝他最好放弃这个想法 因为维京是这片地区最大的毒贩子之一 凭老白一个人根本杀不掉他 另一边,维京已经知道 有人杀了自己的三个手下 还拿走了十公斤的毒品 这让他损失了不少利益 他觉得这片地区 唯一敢对抗自己的只有白牛 白牛也是一个大毒枭 他和维京一直以来都和平共处 维京不知道老白的存在 以为一切事情都是白牛干的 他派两个手下去报复白牛 他们行动很快 没多久就抓到了白牛的一个小弟 小弟遭到了他们的严刑拷打 可他嘴硬得很 什么都不愿意说 最后被维京一枪毙命 他们将尸体绑在了路牌上 以示警告 白牛很快就赶过来 看见尸体之后 他脸色大变 可能连维京自己都没有想到 他杀死的人 竟然是白牛的儿子 就这样 两个贩毒集团正式开战 晚上老白还在思考如何杀死维京 哥哥看他这么固执 给他介绍了一个杀手 第二天老白亲自去迎接杀手 杀手拿走定金之后 转头就把老白给卖了 他以九万美金的价格 将老白的信息卖给了维京 维京这才知道自己杀错了人 交易结束 杀手起身想走 却被维京给拦了下来 他说自己平生最看不起不讲诚信的人 然后让手下杀掉了他 第二天老白在新闻上得知 维京还活得好好的 他知道刺杀计划失败了 而对方的报复也很快就到 维京误会了杀手的信息 因为想杀自己的人是老白的哥哥 于是主动找上门来 哥哥看瞒不过去 索性自己承担了所有责任 他坦白那三个手下都是自己杀的 那十公斤毒品也都被他冲到了下水道里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维京父亲曾睡过他的妻子 维京心想 我父亲造的孽和我有什么关系 此时维京完全相信了老白哥哥的话 并没有想到他在为弟弟打掩护 于是他在车里杀掉了老白的哥哥 见哥哥和儿子都死在了维京的手里 老白决定亲手解决掉他 来到维京的房子附近观察 发现他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 接着通过墙上的纸条 得到了他儿子学校的地址 之后老白乘着没人注意 悄悄带走了他的孩子 另一边 维京知道自己错怪了白牛 准备向对方求和 他随手杀死了一名手下 然后让一个小弟带着他的头去道歉 白牛也不傻 他知道这是维京拿来顶嘴的工具人 他一枪杀掉维京派来求和的人 随后派自己的两个手下去绑架维京的儿子 他也要让维京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痛苦 可他没想到被老白借足先登 牵他们一步带走了孩子 两个手下急忙开车追去 路上却被一辆校车给拦住了 老白这才胜利逃脱 可能是早就厌烦了自己的变态老爸了 孩子被他抓了之后竟然一点也不害怕 孩子失踪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维京的耳朵里 他虽然是个变态 但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关爱有加的 他觉得儿子一定是被白牛的人给抓走了 这时他的妻子怒气冲冲的进来 儿子丢了 他上来就是对维京一顿骂 维京被骂极了 挥起拳头打他 却反被他击中要害 维京尝到了妻子的厉害 愿意和他好好谈谈 可两人一点关于儿子的线索都没有 最后依然不欢而散 之后学校门口的保安提供了信息 硕士看见老白接走了他的孩子 保安之所以认识老白 是因为有一次他的车在路边出了故障 是老白帮助的他 听见老白的名字 维京恍然大悟 他想起了之前杀手给自己提供的信息 原来老白指的并不是哥哥 而是弟弟 另一边老白带着孩子来到家里 他对孩子很好 就像在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 为了哄孩子睡觉 老白还给他讲起了睡前故事 但他怕夜长梦多 第二天就打电话 让维京过来谈谈 维京其实早就通过保安给的线索 查到了老白的住址 现在他已经到了小镇的入门 只不过他撒谎说 自己三个小时之后才能到 目的当然就是打老白一个措手不及 此时 维京还为自己的小聪明洋洋自得 殊不知 手下的光头早已叛变 他趁着没人注意 打通了白牛的电话 将维京和老白的消息 全都透露给了他 白牛立刻带人前往小镇 目的当然是杀掉维京的儿子 这下两个贩毒集团都到了这个镇上 老白知道 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他把维京的儿子 关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然后自己躲在车底下 用狙击枪偷袭维京 可他没想到 对方早就派人在这里埋伏了 老白没有办法 只能束手就擒 维京开始逼问他 自己儿子的下落 可无论怎么威胁老白 他都一直保持沉默 这时 白牛的人赶到了这里 双方展开激烈的枪战 老白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他连忙躲到了汽车底下 维京的手下 拿出一把机枪四处扫射 白牛的人也不甘示弱 予以还击 打着打着 双方的手下都死得差不多了 白牛终于从车里走了出来 他对着维京就是几枪 可维京一直躲在车后面 白牛拿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这时 老白开着一辆大卡车冲了出来 维京被吓得连忙逃跑 他惊魂未定的上了另一辆车 准备开车逃走 可老白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他转身上了一辆伐木机 将整个树干都插在了维京的车上 就这样 维京被困在车里 随后白牛一枪射在了他的胸口上 这个毒贩子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看着满地的尸体 老白感慨万千 随后他坐上卡车逃逸了现场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 白牛也上了这辆车 起初他并不信任老白 但当他得知 老白也是维京的仇人之后 这才卸下了所有防备 甚至还在老白的车上睡了一觉 晚上警察再赶到案发现场 看见一地的尸体 他们人都傻了 维京此时还有口气 他想让警察帮他给妻子带个话 可刚说了一半 人就死了 另一边 老白和白牛已经逃出了小镇 这时 一个玩滑翔伞的人猛地冲了过来 结果 那人一头栽到了铲血机里 领了盒饭 看来老白可能真是死神的代言人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